不知道无心有什么想不开的,非要挑战这样的造型,顶着一头金色头发和大蝴蝶结,画着夸张的眼线和粗长的眉毛,如果芭比娃娃真长这样,估计会成为网友们的童年阴影吧? 被无心心造型惊吓到的赤瓜群众也是毫不嘴软,说是人妖装,是女装大老望开美颜的样子,更有人调侃这不是维加吗?也是挺逗的,我觉得是无心的五官太立体了,所以整张脸看起来特别阴朗,如果她好好化妆还可以走走欧美反了,如何穿一下东北贺本? 但这个奇葩的妆容把她的五官放得更大了,脸都快装不下她的眼睛和鼻子了,被网友们误认为是女装大老也是可以理解的,但有无心的粉丝不服气呀,说我们新解释舞台造型,装富浓一点观众怎么看得见? 八笔造型也是结合了舞蹈主题,完全没毛病呀,于是怀着好奇的心理,我点开了无心在新武林大会里的舞蹈视频,这阵舞蹈的官方介绍却换快科幻风格,无心扮演的是机器玩啊,舞蹈动作和现场不仅也确实有那么个意思,在清一色黑色造型的版舞中间,无心的造型真的很打眼,不过说实话,一点也不少 新倦目,蓝色的蓬蓬裙显得很廉价,妆容也没有加分,奇葩夸张并不等于科幻啊,不过无心也不是第一次尝试这么夸张的造型了,别说金色头发了,紫色,绿色他都染过,什么颜色的头发就配什么颜色的口红,是时尚的弄潮,而没错了,看得出来,无心是真的想走时尚路线,剪了短发之后他的气质确实变好, 但时尚品位还是那么一言难尽,他的机场秀可以算得上是女明星中的女时流了,随便照几张都很震撼,卫衣配碎花裙,格格不入的美粉色大包,真有点好奇他心目中的时尚到底是什么样的,虽然无心在追求时尚这条路上走岔了,但敢于挑战新造型,还是勇气可嘉的吗? 不知道以后他还会给网友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惊吓呢? 对吗? 对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